Hello 大家好 我是乐乐法利 上次我给大家讲我和郭杰烈的故事 今天呢 我要给大家讲另外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 也是一位在中国颇有名气的外国网红 杰里德 今天就来给大家聊一聊 我们俩曾经的故事 我第一次接触到杰里德的视频 是通过我当时的中国室友 他在房间刷着手机 突然叫着我说 乐乐 快过来 这老外的中文讲得真好啊 我要在这里插一个题外话 每当有老外发现我会说中文的时候 他们总是给我提起小马在纽约 他们不一定知道人家的名字 但是他们会说 Oh, you're fluent in Chinese Wow, man, have you seen this guy on YouTube? He's like really fluent in Chinese Like Chinese people freak out when they hear him 每次都让我觉得自己花了这么多时间 学的中文像是为了狗 各位脑补一下这个长久 你有一个中国朋友告诉你 网上有一个中国人 能讲一口惊掉美国人下巴的流利英文 然后掏出手机一看 视频里的那个中国博主是 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a little ma And I am from China 你是不是会觉得 这人不仅是在侮辱你的智商 还侮辱了中国的九年义务教育 所以老师说 我一开始看节里的视频的时候 的确带着上述的偏见 结果呢 反转了 他的中文说的是真不错 而且跟我一样 也是用中文表演一些角色 他那会儿才刚开始做一个叫 老外在中国待久之后 vs刚来中国的系列 我特别有共鸣 而且自己当时也刚好在准备一个很类色的系列 在中国待久的老外终于回国之后 就比如说 我回了美国 然后还想着要蹲在马桶上拉屎 或者在美国餐厅 招呼服务员的时候 大喊一叫 Waiter 不好笑 反正 当我看到一个老外博主 在拍这样的视频 马上有一种 找到队友的感觉 虽然那时候 已经有不少外国人 抓住了爱国的流量 但还是有一些 是在用心的搞内容 想拍一点 有真情实感的东西 四个月之后呢 因为接到了 费政事会谈的事情邀请 我就去了上海 结果你们猜 我那一天在后场市 遇到了谁 没错 就是杰里德 我直接冲过去 开始跟人家聊天 夸他视频很有意思 也发现杰里德 是个特别谦虚的人 我们就开始聊 当天的视镜 在前一天晚上 我们所有的人 大概十几个吧 都收到了统一的文稿 上面列出了 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们要在视镜时 用中文阐述出 自己的观点 视镜那一天 我们就像是 正式录制一样 围坐在一张 圆熊桌的导演 提出问题 我们就自由地讨论 虽然我当时被落选了 但是看过我那一期 你是否还应该 继续学习中文的 观众朋友们 都已经知道 后来 节目组 还是邀请我 参与他们的节目 不过那时候 就看到他们的 那消息的时候 我已经发了 两期新冷战2020 正式告别了中国市场 那么说回杰里德 虽然人家那一会儿 正式爆发期 也还是和我一样 成了天涯沦落人 我个人觉得 他落选的原因 是因为他比较害羞 比较内向 也不太能够放得开 不过没有关系 事情一结束 我们俩就一块出门 接着发展革命友谊 他很兴奋地给我讲 他正在活起来的视频系列 我也告诉他 我是打算在9月份 来上戏读个研究生 他一听就更兴奋了 我俩之间的感情 也很快就升温了 那天晚上 我俩还一块吃了晚餐 餐厅里边 不管是服务员 还是老板娘 甚至其他的客人 一听到我们俩讲中文 立马就嗨起来 吃完又去了酒吧 里边一半外国人 一半中国人 我俩又接着玩了一整个晚上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那个画面吧 一堆留学生和中国人 都围着我们俩借中文说的 倍儿流利 身高还一米九的北美小伙子 那真是我人生中 第一次享受到了明星的待遇 虽然第二天我就回美国了 但是我和杰里德的关系 还远不止那一夜情 我俩并没有因为距离而疏远 关系反而变得越来越好 会经常 have phone calls and chit chat about our lives it was really good we became really good friends what did we just become best friends yup do you want to go do karate in the garage yup 秋天的时候 我终于又回中国了 准备开始上系的研究课程 也跟杰里德聚过好几次 不管是吃饭 聊天还是一块出去玩 每次都觉得我们正在成为 best friends forever 的路上 各位想一想 我们这一些中文说的 很好的外国人圈子真的不大 再说人家跟我一样 自编自导自演 是真心喜欢中国 也真心喜爱中国文化 在人人都想用财富密码 快速发财的中国 能找到一个像他这样坚持 内容创作的外国博主 是有多么难得 简单看看那些依靠财富密码 给中共宣传的洋务毛 你很快就会发现 要么只会说一点点中文 就可以很轻松的获得流量 或者哪怕压根不会说中文 其实这样反倒更合理 只有当你不会中文的时候 你才能那么不要脸的成为 一个政府的工具 China You're awesome This one's for you Five star red flag I'm so proud of you 因为不会说中文 你才无法知道 捧你的团队真正是如何看你的 以及这个团队背后的经纪公司 有怎样的内幕 你反而能够在语言不通的屏障后面 不同意的情绪手 没心没肺的享受 赚人民币的快乐 没有 这显然不是用于我和杰里德 However 在习近平时代下 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内容的视频 都不得不跪下 以防碰到头顶那条红线 作为一个外国博主 对此保持沉默也是不行的 你要生活在中国 就必须要表示你对党国的热爱 你也必须得演得非常积极 和有激情 否则小粉红观众迟早因为 安全感不够 而给你扣上了各种反贼的帽子 杰里德也不例外要配合他们的演出 日本和美国了 你们给我听好了 你们不要用加财 放大了第一名 你心里很清楚 中国是全世界上第一 在我最开始公开反共时 杰里德私信劝我不要这么做 他说 这本来就是一个很凑蛋的世界 我们还是要力所能及的去散播正能量 我就跟他说 能够替墙内的中国人 发出他们被禁止的声音 让他们会心一笑 对我而言才是正能量 能够重新激起那些外国人 对中文学习的坚持 对我来说也是正能量 唯独对中共的压迫 保持沉默 视而不见 才是真正的负能量 至此我们 就祝彼此在各自选择的路上好运 直到最近 我收到了一份来自观众朋友的私信 说你看 现在连杰里德都上钩了 附上了一张杰里德新视频的截图 视频标题是 外国人不能去新疆旅游 我有话要说 我一看就心碎了 如果有小粉红一不小心 就刷掉了这个影片 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的是 一两个甚至几十个外国博主 能够去新疆拍视频 并不意味着 所有中国以外的记者 就都可以像他们一样去新疆 恰好是相反 他们能到那边拍视频 却不能提及任何敏感话题 反而是证明了 只有愿意为中共洗白的外国人 才能在中共的妥善安排下去新疆 而任何希望对客观现实 进行深入挖掘报道的记者 是绝对不被允许进入新疆的 而且我相信 杰里德也不是傻子 对这一点一清二楚 所以才没有把这个视频发油管 你不是有话要说吗 为什么不发油管呢 这不是我这个视频的重点 这个视频的重点就在于 杰里德自媒体的发展 是当今中国社会的缩影 它是被中国审查机制扼杀的 无数人才之一 它原本可以通过文化差异 拍出很有意思的小视频 拉近中西观众的距离 但想要在习近平发动的 文化大革命2.0时代创作内容 就不得不给中共当宣传工具 但它还能坚持多久呢 已经有很多中文说的 不好的欧美人陆续离开了中国 估计也是像我一样 不满中国的现状 实在受不了 还是卷铺盖回老家的 and that is a real consequence of Xi Jinping's rule the foreigners who genuinely care about China are skilled enough in Chinese to serve as a brid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they've all left the leftovers are a group of shameless tools willfully ignorant of their surroundings completely apathetic about the sufferings of Chinese people think about the videos I put out recently with foreigners using horrendous Chinese to read from the same exact script about how safe China is they don't even change the script y'all because why should you you're not making art you're making propaganda and luckily more and more of your audience can't even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two anymore thanks for watching this video guys 我是乐乐法力 我们下一次再见 peace peace Oserola 大 is I I 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